新北市主祭处公布了10月份的新北物价指数 而整体物价相较于上个月是微幅上升了0.53% 但是如果是要跟去年的同月份相比的话 则是上升了3.08% 而这物价上涨呢 加户的消费支出也增加 新北市主祭处公布10月份的新北市消费者物价指数 随着下月电价的结束 民众负担减少 但秋冬服饰上市以及国内外旅游开放 整体物价指数较上个月微幅上升了0.53%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来自于秋冬服饰新品上市 成衣价格呢 大概涨了6.97%左右 那再加上呢 本月呢 我们放宽了边境管制措施 所以呢 国外旅游团费呢 较上月上涨了21.3% 与去年同时期相比 10月份的物价年增率为3.08% 若以每个月消费支出约7万元的家庭为例 月平均消费就得多支出2159元 那主要呢 是因为食材成本的上涨 外食费呢 上涨了6%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家庭用品跟骨类及其制品呢 他们厂商优惠 这一次的促销活动比较少 所以呢 较上年分别上涨了4.70%以及7.64% 而国际金属钢铁交易价格连三个月下跌 但水泥机电设备类及工资类涨幅都相对明显 尤其水泥高达17% 因此建筑业的建筑成本还是上扬 但有渐渐趋缓的倾向